宜蘭居民的國樂團 團員呢 特別來到花蓮的碧市大照養院 替身心障礙的院童們演奏 團員們還和院生一起大合唱 場面相當溫馨 善心企業還特別捐贈了20萬元 寒冬送暖 低聲明亮有力 搭配二胡悠陽樂聲 宜蘭聚樂方小年夜這天沒放假 來到花蓮舉辦一場很特別的音樂會 花蓮碧市大照養院 是身心障礙孩子們的家 迎接新年到來 企業特別邀請宜蘭知名國樂團 來到這裡演奏 聽到美妙的音樂聲 院生們有的頭醉 有的手舞足道哼唱 真的很享受 我們希望用音樂來感動人心 讓音樂能俯為人心 這個活動讓我們感到非常有意義 因為疫情三年多來 院童們都不敢出門 實在悶了很久 國樂團團員小年夜用音樂來送暖 演出結束雙方都意猶未盡 還臨時加碼攜手大合唱 讓底下觀眾都超級感動 新年前戲可以聽到這麼好聽的歌 讓我們每一位孩子們 心靈都得到滿滿的滿足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你們的愛 疫情也讓各界善款銳減 暖心企業還大方 增賺20萬新年大紅包 各界善心紛紛湧入 也讓教養院的院童們 度過溫暖的農曆新年 解成經驗話連報道 這些人都不在於 都不在於 牧師手大在 我也要想不想